詹君由 詹君由 師傅想請教一下 就是因為我現在在整理 我去年 информ海報的請義的 把那個請義的文字稿改成竹子稿的時候 我發現等於有一個字 那時我就覺得 Go 잊塾我當初可能打錯了 因為師父講餐舊 餐延 那延呢 我那時候老實第一個出現 啊 延舊 不可能啊 師父絕對不會叫我們延舊的 為什麼打了這個字去 餐延是延舊的延 對啊 是延舊的延 對啊 餐延 餐舊 它是一個名詞 一個形容 為什麼加個餐 就是叫你不要用一般延舊的態度 對呀 他的行為很像在研究 因為很多東西是行為模式都一樣 可是他的質地不一樣 他的本質不一樣 可是世間人有他的意識形態一定就是 聽到什麼就馬上理解成 他的認知的行為模式背後代表的意義 那如果有一個完全新的 他又不能理解 因為他沒有行為模式 他又不能理解 因為餐延這個就是用研究的行為模式 可是換成研究 有時候也會講餐延 有時候會講餐延 都好 這個就是方便說的問題 可是他加上餐 不管是延或延 都不是世間的研究的那個研究 就對了 所以包括我們有時候在學法的領域在講 你回去思維一下 思維一下 就是你回去沉澱一下 那個意思 所以為什麼這個都很麻煩 你們一定要有靈活的一個覺知 要不然這個怎麼解釋都 只要你有執著在某一邊 你永遠解釋不了 你不是叫我們不要思考嗎 怎麼又回去思維一下 不是你思考那個意思啊 所以 世義法才有一條很重要 叫我們依義不依語的原因在這邊 可是我們現在都依語不依語 然後你就會在語言上不斷捉摸 那你怎麼捉摸怎麼換字 其實最後你都不能理解那個意 這個就很冤枉 那不然這個就要看學習者的造化 因為這種能講原則原理而已 能講原則原理 可是學習者多數會在事項上琢磨 事項上 然後事項上越琢磨 他越背離那個原則原理 然後你要跟他講原則原理 他又聽不懂 所以這個就是個人的造化 所謂是事務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 那修行在個人另外一層面 也是體務委在個人 那他只能說 那你就看造化不間斷啊 所以為什麼我最近常常講 學習的態度 學習的手段 都在講這個 而不是直接在解釋什麼法義 不是那個 因為你的態度 你的手段如果不對 解釋法義 你就會理解成你那一種 解釋再多沒有用了 那現在整個全球環境 覺得我們學習者 尤其佛法這件事情 一拍出來 然後那個網路訊息通唱 任人都在可以講一下佛法 然後讀一下經典 然後翻閱一些佛家典籍 他不管是經典 還是誰對佛法體悟的善出什麼都好 太暢通了 所以以至於同樣一個名詞 有N種版本 其實同樣一個名詞 本來就有N種版本 當然我現在講的N種版本的意思是什麼 是各自表述 他沒有依法的問題 他變成沒有這個人 他也沒有體證的問題 可是多數的人在用這些佛言佛語的時候 解釋他的時候 他都會說有體證 那這種體證是一種所謂的 常常以前在跟你們講的 你們一時的心境而已 他跟體證差十萬八千例 是這樣 那當你沒有體證的時候 你一樣在講那些的時候 久了就變成世間的什麼 慣用語 以後的人這些都變世間慣用語 那世間慣用語就是代表什麼 他沒有最原初的那個義理義行 所以你再去從世間慣用語的 意識形態的基底去發展那些佛言佛語的時候 你就會越來越背離那些佛的本意 那這個就是很麻煩的事情 這個世代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不急著再要跟你們解釋 很多佛學名詞什麼什麼 那你沒有這一些正確的態度跟手段的話 多解釋無意啊 那如果你有的話 我剛剛講那個造化就出來 你相對於你自己 你有了正確態度跟有了正確的手段 你就會造化出什麼 越問和佛法的真實意的一種生命狀態出來 如果你沒有呢 那你的造化就是造化 又是你們世間欲望延望的N種 怎麼樣的生命狀態不斷延續那才說 然後許多的學習者 他在查這些資訊的時候 他也沒辦法分辨 可是多數的學習者都有一種執行 就是他要找不一樣的 有什麼不一樣的講法 不一樣的講法不一定對 可是他只要現在都變成不一樣的那個就對了 就是變成這樣 可是師父像我們如果把佛陀的當初 開始的經文也好 或是我們就在網路上打幾個字 可能一掃出來是各家師父的言論 他們自己的註解 可是像那個我就把他關起來 當然啊 你有功法 你們知道方向 佛你們在修習佛法第一個 是要修訂的前提下 那些對你們都沒有意義啊 可能還會擾亂 那是這樣啊 那我剛剛前面講的是 多數的人他不懂什麼叫修行 可是他很嚮往修行 那為什麼很嚮往修行 因為想跟原來的生活來個不一樣 那修行啊 所以他就以為去接觸到很多 哇!講起話來 好有哲學感喔 講起話來好玄妙喔 遇到查很多訊息 哇!都好身心靈喔 等等等等 我們只能用這些名字去形容 那就是修行 所以就砰一頭再下去 做一次再做一次 他一直在蒐集這些知見 一個過一個 一個厭倦的又過一個 一個不能滿足的又過一個 什麼什麼等等 然後你看 這個就是以前我常講 讀書論的模式 就勸你們絕對不要走那條路 原因就在這邊 那他會認為 知道很多不一樣的知見 哇!陳志豪講得好深 好深奧喔 他聽到這些訊息 他就認為是修行 那你剛剛講的那些 當一出來好多師父在講的 那可能對他就很重要 因為他沒有那些 他心不能滿足 所以你看 那只在於他眼前 心性的滿足而已 他永遠不知道什麼是定 因為你心的滿足 不一定等於定 你現在有美食吃 你吃到了 你心定了嗎 你有滿足感 你心定了嗎 如果你心是禪定的定 那你不再會對這個東西有好 我真的不會 下次來你還是可以吃 沒來你也不怎樣 那你看這樣的概念 是不是一種滿足感 不是 所以滿足是一種情緒 知足跟滿足不一樣 知足是你明白什麼 夠了 對不對 滿足是你要填塞 你不一定知道知足嘛 有一個知嘛 有一個明辯嘛 滿足你不一定知道 可是你只要需要 一直有一直有 有到你的那個臨界點 飽和了 你就會滿足感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被這當中 你和這個滿足你的東西的對待 你都不知道 那知足不是 知足是因為你明白 所以你足了 嗯 不是誰來滿足你 知足是你自己就足了 就好像說最近在講這個 快樂跟喜樂 樂是心中來 快樂是外在經過 你只要外在經過 那個不見你就不快樂 可是樂是心中來 那心中平和而來 因為你足啊 風足啊 你本來就是的意思啊 那你當然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那個知足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叫知足常樂 常態的樂就是樂 不會被奪取嘛 叫常啊 不會失去嘛 叫常嘛 等樂那叫知足 所以你明白 而能夠具足圓滿 那你那時候 很常的快樂出來 就是常常在樂當中 喜樂當中 因為那個喜樂 是你自己散發出來的 不是外在來滿足你的 那外在來給你的 就有滿不滿足 你知足沒有滿不滿足的問題 是這樣 所以對學者型的 他就一直知道一知道 對你們明白說 我們了解修行這件事情是什麼 你看了解知出來 所以你會足啊 那些對你不必要 那對你不必要 你是不是能夠就這樣子 就一眼都不忘 有什麼不行 為什麼 他即便知道 他知道還不夠深 然後意思就是說 他還會受誘惑 所以這時候 他就是 他的知道要修訂的這條路 還不夠明確 明確了之後 那跳出來 你根本就是 給 溜時間 溜時間 欸 硬是有人篩給你 你稍微有定力 你沒差 算了 這邊聽那邊出吧 你稍微沒定力 人家硬篩給你 就擾亂 擾亂你定性的功夫 或者是 擾亂你在修訂的這個歷程 會這樣 所以你看不同人面對不同事 他的定義 他的那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影響 他方向都不一樣 那我們很明確修行 你 接訂會 一定開會 會是終極 那你當然很清楚 你 那些 是不是我要取決的 還是我目前該放下來 就會有這些問題 對 對於 不懂的這個標準的人 他也很想往修行人 當然就是全世界越多越好 他也會 恨時間不夠 那些瀏覽要時間 那些訊息要時間 還要記 對修行人 恨時間不夠 是在哪裡 是修訂的時間不夠 以至於我這個功夫 不容易到家 假如我有恨時間不夠 是在這邊 而不是恨時間不夠 讓我沒辦法 很快速的知道那麼多 對真正修行人 他知道那麼多 不是放在重點 為什麼 他只要修訂契入開會 他什麼不知道 何其自信本質具足 你本來具足圓滿的 你怎麼會不知道 何其自信能生萬法 你自己能生出 所有無量無邊的這一切 一切的法的運行 對啊 你怎麼會不知道 所以他怕時間不夠 是只夠修訂 太多干擾 那讀書人不是 讀書人是怕時間不夠 知道更多 知道越多 那個過程都會有滿足感 可是長遠來看 他一定滿足感 時間過了一陣子 就空虛感 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是什麼意思 就是輪迴 起起落落就輪迴了 所以永遠在輪迴 所以在輪迴裡的世界 永遠有不夠 然後要去追逐 追逐到了滿足了 然後又會失去 失去不一定失去那個東西 而且會失去你這個滿足感 他失去之後 然後又要再追逐 然後又來又得到 又滿足了 然後又失去 他又再追逐 修行就不是這樣 因為修行要解脫輪迴的 所以一修到定 明白了 你沒有滿足不滿足的問題 你現在是知足 解決了 那你既然長樂 請問你還要追逐什麼 你人生假如有追逐 必然是有什麼讓你不樂 對不對 你想得到叫樂 得不到你才需要追逐 如果你得到你需要追逐 所以必然你有不樂 那假如我剛剛講的 你依真正修行的軌跡 你知足了 那你還需要追逐 因為你常樂 對 為什麼不用追逐 因為你常樂 不用追逐 天天開心 以前有個 天天開心 電視綜藝節目 欸不是啦 那綜藝節目 對啊 三個人的主要 我忘記幾個人 一定跟我年代不太好 就像這樣子